癌症病可能剛剛遇到病人很多 其實高血壓應該是更多 我曾經統計過我們門診 大概應該七成到八成的病人 大概都有高血壓 而且隨著年紀來越大 恐嚇血壓的問題還是很多 為什麼要提高血壓這件事情 因為大家知道最近質疑又被改掉 大家知道病人很惶恐 剛剛跟一位長者碰面的時候 他說病人都不知道那個數字怎麼背 一下子你會跟你說130 一下子跟你說140 當然我也是在高血壓學會 甚至於心臟學會我們都有寫一些指引 針對台灣人的狀況 所以我們會有一些指引的建議 以下最後一張Side 我會把我自己的想法跟大家講 也許跟該難有一點點不同 不過我想各位跟我一樣 治療病人就剛剛田吟師有提的 要根據病人的狀況 來做一些不同的調整 有些老人家他常常低血壓 知識心臟血壓 你一定要把它控制在130嗎 這倒不一定是這樣的議題 所以我們今天大概就從這個角度來切入 那我先跟大家提三件事情 也就是說台灣高血壓的疾病的概況 還有亞洲人跟這個非亞洲人 血壓上的特性有什麼不同 以及我們新的治療質疑其實很多 那我現在可能先focus在我們心臟學會的一個質疑上面 那這次高血壓目前概況 應該在座大家都承認他是一個沉默的殺手 有些病人沒有症狀 可能比剛剛那個hypograxamil的老人還沒有症狀 有些病人甚至到老他都不覺得高血壓是一個症狀 但他盛行率還蠻高的 到最後我們統計18歲以上大概四分之一的病人可能會有高血壓 那民眾每4.5個病人死亡 其實就一個人跟高血壓有關係 所以這是一個迫切的議題 那高血壓的治療的狀況在各位的努力之下 我們過去統計大概是二成多一點點有受到良好的控制 現在其實已經接近到四成左右 那在各種不同醫院統計起來都不太一樣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高血壓它的嚴重度 其實跟它相關的疾病也有關係 剛剛講到糖尿病可能會跟大血管小血管有關係 那高血壓直接跟腦中風心臟病跟腎臟病 大概有1.5到2倍左右的一個危險度 那其實很多都共病嘛 他得到一個高血壓 他可能同時也有一些腎臟疾病或是糖尿病 不過統計雖然數字也是蠻嚇人的 那如果我們把血壓控制好會不會得到改善呢 這個答案應該是肯定的 記得過去老師也常常提到說 高血壓最有相關性是腦部的出血跟腦部的中風 那心臟血管疾病在這幾年在台灣飲食西化情況之下 事實上比例也一直在增加當中 腎臟病更不用講 除了肝臟以外 就是全世界有名也是我們的腎臟病 那這是2002年當時候國劍局的一個計劃 做一些篩檢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到說年紀越來越大了 他的這個高血壓比率一定是越來越高 那五年前我們曾經跟著嘉義科到這個田寮 做一些survey 他的高血壓比率高達87% 當然他的地方是全國第三老的一個城市 可是比率上真的是很高 那所以呢 我想這個高血壓射擊率大家應該都了解 那2003年我們就去看高血壓的控制率 那其實台灣人知道自己有高血壓比率還不少 不知道怎麼樣 女性比男性高 而且呢 他接受治療比率也比男性高 最後控制率也比男性高 不過呢到控制率就差不了太多 那這個是不到三成 所以控制率的確是我們現在希望要提升的一個面向 那在控制率方面呢 當然跟病人的認知也有關係 我常常看到病人這個一大堆藥都放在家裡 大家都吃電台的 很多很多那個藥局的藥 他就是他不會不一定會照著你的建議來吃這些藥 我想各位應該也面臨到很多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隨著年紀跟血壓值的上升 我們的所謂的缺血性心臟病死亡率其實都上升了 這個不管你在哪一個年紀 不管你是收縮壓或舒張壓 你都可以看到這條線 他的斜度非常非常的接近 當然年紀越大的話呢 他可能這個死亡率也會增加比較多 那中風死亡率也不黃多浪 你可以看到這條線 這個血壓越高 不管你是哪一個年紀 他都一定會上升的 所以控制血壓是重要的 那在這個亞洲人跟歐美 對於這個藥物的控制 或是血壓本身的反應 其實有點不一樣 那在很多地方會有亞洲的data 或是歐洲的data 他把它放回來看 你可以看到說上面是冠心症 下面是腦中風 右邊是歐美人種 左邊是亞洲人 這個斜度各位看 這個亞洲人是不是斜度比較高 換句話說 不管你是大於65歲 或是小於65歲呢 隨著他的血壓上升 他這個造成死亡率的增加 同樣一個血壓上升 亞洲的反應還比歐美要強 所以呢 這個強度 事實上是不會輸於歐美國家的人種 這樣 所以呢 那這是一個觀察現象 對不對 也有人做臨床試驗 有一個叫Progress Study 這個是比較久以前在歐洲做的研究 剛好它裡面有亞洲跟這個 歐洲以及這個 紐西蘭 它把它合在一起看 也就是說這個白人種 跟我們亞洲人種來看的話 其實亞洲人種對藥物的反應也比較好 所以除了血壓本身的藥物反應之外 對藥物的反應其實亞洲人 事實上是比較好的 所以好好的治療亞洲人的話 事實上我們的效果 應該是不會輸給這些歐洲人種 所以在2015年的時候 在高血壓學會 跟心臟學會的indorse之下 有一個高血壓的質疑 那這個質疑 當時候其實跟著歐洲的潮流 也是以140為主 各位可以看到 假設各位是有健檢的病人的話 大概是140、90 因為這種primate prevention的data 事實上是比較少 所以大部分都是140、90為主 那其實中風跟CKD慢性病變 它沒有蛋白尿的話 也建議在140、90 有幾種病人我們當時候 提出來說應該要嚴格一點點 其中一個就剛剛提這個 糖尿病的病人 130、80 這個糖尿病學會 跟我們意見有點不太一樣 不過我們那時候 希望它控制嚴格一點點 那冠狀動脈疾病 也希望在130、80左右 還有一種是有蛋白尿的CKD 另外我們第一次提出來說 當有些病人 他有心律不整 他還是抗你血腰的時候 也希望在130、80 那老人家 我們當時候是放寬一點點 150、90 這個表格 剛使出來的時候很多人跟我講 很難背 我就說 沒關係 你就以140、90為主 那有幾個 這四個病人 這四個病人 就算比較要嚴格一點點 就把它背起來就好 結果想不到不到一兩年的時間 整個世界又改觀了 當時候這樣的Data 其實大家 有很多理由說服大家 那不過呢 在2017年的時候呢 一件事情發生 就是有一個叫Spring Tribe跑出來 他說一個研究就把所有的大家的共識打翻 不過那個研究應該做的蠻大的 那在中華民國形象學會 跟高學校學會的控制星標 在2017年的時候 我們就根據這些研究做了改變 在講這個研究之前 先跟大家講一個叫做 這是我們的paper 好 這是發表在心臟學會的雜誌 那在2017年治療肝癌有一個新的測量血壓的方式 這個方式呢 並不是那麼好用 就是所謂的開房間量血壓 大家聽過嗎 就是要一個安靜的房間 讓病人去量血壓 在座各位 現在臨床上有開房間量血壓的 麻煩舉一下手好了 跟我的預測完全一樣 很難 台灣的空間很有限 醫院的也很有限 診所的其實也蠻有限 所以呢 這個治療方式 這個測量方式 可能不是那麼實用 而且大家接受度還不是那麼高 不過呢 因為 在這些大型臨床上運用這個方式 所以我們在新的字裡面 就把它寫進去 2017年叫做 Automatic Office Blood Pressure 就是說 不要讓當著醫生的面來量血壓 那怎麼量呢 它就是要有一個電子的測量器 第二 第二個要多次測量 大部分現在血壓劑 如果電子的話 它可以多次的測量 那要一個平均值 而且呢 這個醫護士恐怕是裡面最重要 旁邊沒有醫護人員干涉的安靜場合測量 那 據估算的話 你量一次血壓大概需要五分鐘 所以我量過 我一個早上如果有80個病人的話 等我看完門診的時候 病人還在排隊量血壓 所以這並不是一個很實用的方式 但是 國外利用這個方式的話 它找出一個非常精確的數字 那這個叫EMAU 這個 這樣一個 Factor的話 可以讓我們在血壓測量上 變得非常的 可以信賴這樣 那在這種 不同的血壓測量 你可以看到說 它是用ABPM 還有一個 這個Private Care的一個測量 其實它的相差值 大概相差16跟7 所以收縮壓相差大概16 書章壓相差7 其實是跟家裡量的很像 所以如果你不想開房間量血壓的話 有時候我就叫病人把家裡的血壓拿過來 我們也可以節省一些時間 而且病人呢 對於血壓相 像來到醫院這種白跑的效果呢 事實上它會覺得比較 不會怕那個醫生說 每次都收縮血壓很高 有人怎麼量 都是200 那這個 這樣的數字呢 用AOVP來看的話 大概在130 85 在130 85左右呢 它的預測值呢 跟心臟血管的預測值 好像有那麼一個切點在 所以呢 也許不用那麼高 就說135 85 這個數字呢 可能是適當的 但是這個數字 卻沒有用在臨床上的 clinical trial observation 所以AOVP定義上的血壓值 當然是1385 不過呢 用在我們臨床上要去切這個 血壓的點 好像不一定這樣 這是我們安平的夕陽 昨天照的 這是我們吳俊明院副院長照的 所以這個火紅的 火紅的太陽呢 就我們介紹一下這個 火紅的try 就叫Spring trial Spring trial其實是一個公家 機關做的一個try 它跟藥廠比較沒有關係 那這樣的Spring trial呢 要告訴大家說 它要挑戰140 90跟120以下這樣 那這個Spring trial呢 它基本上是一個公家的try 而且呢 它利用病人已經開始治療之後呢 它把target放在兩個 一個是120以下收縮壓 另外一個叫做140以下 所以它要挑戰過去常常講 包括歐洲心臟學會 跟美國常常講140 90 到底是不是對的 那這個挑戰度非常高 當時候他們收的病患呢 病人至少要50歲以上 所以這個是一個年紀算 比較大一點的研究 那收縮壓到130以下 那當然它至少要有一些 在臨床上是CAD 臨床上是CVD 或是呢 它的腎臟指數呢 稍微有一點點高一點點 那當然它排除掉中風 糖尿病 心衰竭 還有蛋白尿 以及腎臟很差很差的病人 那你說這排除掉很大部分 不過它因為美國夠大 那收的病人還是算不少的 在這個研究裡面呢 他們就看病人的心肌梗塞 中風心血管死亡率 以及這個心衰竭住院 那假設是說這樣的一個病人呢 如果用比較積極的治療 可能可以得到比較多的好處 那各位應該聽過很多ScreenTry的結果 結果上呢 它可以看到說 一組是134 另外一組是120 跟一開始假設的狀況 非常非常的接近 然後呢 它的收縮壓也達到76 跟68.7的差異 換句話說 來看看140跟120哪一個比較好 很意外的齁 在120這組呢 它的event rate非常非常的低 而且到25% 這個數字已經很少見到 就是說它下降了非常多 等於下降了四分之一的這個危險度 剛剛講的心肌梗塞拉 心衰竭住院率 你說這個裡面一定有什麼誤差 為什麼我以前都要說140 一個結果就把它打換掉 它其實整體死亡率也有差別 大概相差了27%說 那你大概治療90個病人 在33年之內 就可以救佛一個病人這樣 所以 這個研究 當時候也嚇壞 因為它 據說那天是9月 911的時候 9月11號的時候發表 聽說這樣子比較震撼一點 那這個的確是蠻震撼的 因為大家 已經很久沒有出現128指這個數據 那你可以看到說整體來講 比較有意義的下降是這個 包括 這拼死是沒有意義 不過加起來就有意義 包括心肌梗塞拉 冠心症等等 那膝衰竭跟這個心臟病整體死亡率 其實下降是最明顯 整體來講下降25% 那你說這個副作用一定很多 你把它降到120 不過呢 在這個族群在50歲以上的病人 他們發現說呢 這個 包括低血壓 或是昏血 其實兩組差不多 甚至在這個病人跌倒方面呢 比較多的還是在standard這一組 不是在intensive那一組 非常意外 所以這一群病人年紀 稍微中度到偏大的情況之下 你可以看到說 它事實上它的負重並沒有那麼多 好啦 它的好處比較多 那壞處沒有那麼多 所以呢 這樣的一個結果 可能會改變一些概念 那我們如果在 因為這個方式 他們當時做感染的時候 就是用這個AOVP的方式去量 所以剛剛指出120 就是那開房間量血壓的一個結果 那這個方式呢 事實上 過去也有人做過控制率 這個Ontario 這個是加拿大的一個tripe 那它用Screen的 剛剛講這個protocol來控制病人 你可以發現說 它的病人 這個社區的控制率可以到85% 所以不是不能達到 只是會麻煩一點點 所以呢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在加拿大 積極的血壓控制目標值呢 其實帶來很多的一個治療的益處 那所以加拿大當下 這個第一個根據Spring改變的tripe的國家 就是加拿大 加拿大當時候寫了一個血壓治療之意 它把這個所謂剛剛講的這個高危險群呢 所有的他們都把它蓋成收縮壓小於120 那其他沒有引落進來 譬如說糖尿病好了 它就維持在1380 其他的話就1490 其他就刪掉很多了 所以它根據這個SpringTripe第一個 發了第一槍 改了這個概念 那當時候我們討論之後呢 這個是這兩天 各位等一下有興趣到 林森路的話 很多 非常漂亮的花 然後趕快講概念 2017年的概念 我們怎麼改 就是說考慮這個SpringTripe還有加拿大的研究呢 我們把2015年 各位還記得吧 這四個紅色的部分呢 稍微做一些修改 第一個我們先考慮 假設各位可以使用這個AOVP的話 那我們也就把CHD呢改成120 CHD改成120 年紀大的也改成120 這一點很多人跟我說 他辦不到這樣 那不過呢 這個如果從臨床試驗的精神來看 這樣的改法其實是合理 那其他的部分沒有碰到這個臨床試驗 我們就不改 這個AOVP這件事情 既然大家剛剛都沒有舉手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假設各位是傳統診間 他怎麼辦呢 好呢 這個1490 事實上 Primary Prevention不包含在SpringTripe裡面 所以我們還是維持1490 那剛剛講的CKD跟糖尿病 其實我們很早就覺得 1380是合理的 中風因為不在SpringTripe 所以維持1490 那我們其實 如果是傳統血壓計 我們改的比較多 其實是在年紀大這一邊 那我們就稍微浪步一下 變成1490 其實我們也沒有到1380 所以這跟SpringTripe有點不太一樣 所以年紀大一點 我們是希望在1490 其他的話呢 就跟我們上100的概念是非常接近 這個 我們發表這件事情呢 事實上還在美國發表之前 就已經開了一個所謂的記者會 而且我們的Paper已經發表 所以 後來大家知道 美國已經慢慢改成1380 越來越接近這樣 不過1490 仍然是我們覺得是可以放寬的地方 那還有一些非藥物的次療 其實是不變的 像Lifestyle Modification 我現在希望要求我自己 每天可以走1萬步 很難的 有時候假日這邊走 走去我太太問說你在走什麼 我說要運動 所以你要病人做 你自己要先做 那像這個會的話 等一下就可以起來走一走 那Lifestyle Modification是很重要 大家看一下 這個Sort要限制 然後酒精也要限制 那當然抽菸的話呢 跟體重是沒有很強烈的關係 跟血壓沒有強烈的關係 但是抽菸 戒菸之後可能有一些體重的上升 所以我們還是建議完全戒除 因為它對心臟不好 那減重的話 體重是在22.5到25BMI 那每公斤 每一減一公斤就一個毫米拱數 所以那酒精的話呢 基本上是建議減少 那運動的話是 一天最少40分鐘 然後一個禮拜最少3到4 所以這樣的建議呢 我們還是依然要給病的話 我想這件事情 在病患剛開始知道高血壓的時候 是非常非常重要 我都會給小冊子給他 但是在2017年的冬天 就是去年的冬天 那美國新鮮學會也集合 他看我們找那麼多新鮮學會 來indorse 他們也找你看 這麼多 不知道代表什麼 有些合一的 有些是復健 他們就又出了一個概念 出概念好像變成比賽一樣 那這個概念呢 他們就金釋駭鼠的講了一件事情 就是說 他們因為高血壓標準 他們又改 從2013年 GNC7 大家還記得嗎 140 90 他們現在把它改成130 80 其實有一部分是因為 這個SpringTry的緣故 那不過呢 他們在Paper裡面的表格 也自己承認 如果你用140 90來標準 跟130 80來當標準的話 其實他的比率是不一樣 那這裡用140 90 大概有32%的人是有高血壓 另外一組會高到46% 也就是說 你本來沒有高血壓 你睡醒隔天 你又沒高血壓 這件事情想到就很可怕 像我現在沒有糖尿病 隔天填海人醫師說HP1C6以下 就是個 哇慘了 我就變糖尿病的病人 這也是蠻可怕的 不過這個他們在Paper裡面有秀 那自由時報當然一定會有 一定會有道道 那大家可以看到說 我舉個他們裡面比較重要的點 第一個就是說 他也是提到32%上升到46% 第二個 他說美國 如果這樣統計的話 有一億三百萬人 你就可以看到 想像說 網路上一定很多 這是20世紀的 最大的騙局 然後說官商勾結 反正這 但是呢其實 他雖然上升這麼多 但是其實他們裡面真的建議要增加藥物 或是被治療的病人 其實只增加了5% 5% 他們更多的時間花在 跟病人的教育上面 那其實這個是2017年美國的表格 其實跟我們現在 除了這個定義上 13080是有 就是改變比較大之外呢 他normal還是12080啊 比較麻煩的是說 他130以上 他就變成Stage 1 這個比較麻煩 以前我們是140開始 他現在140以上就變成最高級了 一下子就變成最嚴重的高血壓 不過我覺得這件事情 可能還會陸陸續續在改變 尤其是我聽歐洲人的看法 所以歐洲的學者對這個 真是批評的體無完膚啊 他懶得是一直罵這樣 不像我這樣還會稍微 幫他們講一下話 那你可以看到說 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有一個建議就是說 病人如果是 這個是所謂primate prevention 就是病人有高血壓的時候 第一個其實他們會去算他10年的危險度 這個從網站上是可以算的 那我大概是2% 所以我是小於10% 那小於10%的話 他其實建議13080 那這個是要 比如說 這個應該說 additional marker of increased CVD 就是說他如果有現象 他發生是CVD的話 你應該要180% 要不然呢 其實14090就可以 那所以呢 這個他們就說 這個瓦盛頓Post就說 Bride prevention130 是新的一個high 這個已經用了14年的感染 一系之間被改變這樣 大家有興趣可以到這個普基殿去 這個是下雨的時候 它會有倒影這樣 那所以13080 彷彿變成一個新的一個概念 我們來看一下 他們美國人到底是怎麼寫 那其實他你建治療的部分 跟過去影響差不多多 他就改了那個130 還有各位的標準 那各位可以看到說 假設你沒有 prime prevention 他沒有risk的話 他就14090 那其他的話 就是13080 所以他整個 guide night的觀念 是維持在13080左右 所以 guide pressure 跟goal分別列在這邊 這邊寫的超級簡單 就全部都是130pass 這個 我們是沒有完全 indorse他們這樣的一個想法 那不過呢 稍微嚴格一點 可能對別人是好的 這件事情 在sprintrack的確是有看到這樣的現象 所以我們回到我們自己的guide night上面 就是我們在2015年的時候 那肝癌就是在這個地方 那在14090的部分 我們在新的肝癌上 就雖然是寫 這是用AOVP的方式 那如果你是傳統的話 還是14090 那這個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就是說病人小於80歲的時候 而且沒有糖尿病CHD的時候 在我們2015年感染 建議上是14090 那年紀80歲以上的話 就會放寬到15090 那這個是取決於這個hybrid study 大家知道這是一個非常老的一個研究 那年紀要80歲以上 80歲的病人你要跟他講 你要進入臨床試驗 後面的家屬就在後面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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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臨床試驗 的確是不太好做 因為他引落非常老的病人來做 那他們用ACEI跟這個利尿器呢 在這種病人身上來看看 我們血壓控制值如何 當時候呢 他們把收縮壓控制下降15毫米拱數 塑膠壓控制下降6毫米拱數 那這時候呢 他們可以發現說 其實這個死亡率還是有比較好一點點 但是呢 他越低的話就不一定是越好 那15090呢 當然是可以接受的一個數值 但Spring try又不太一樣 大家看這個表格 我分析給大家看 第一個 這個在年紀大於75歲以上 他有Intensive跟Stand-up 對不對 那你可以看到說 所有的病人 這個所有的心理要看來講 他的P值是有意義 換句話說 年紀大一點的把他控制下來呢 還是有他的好處存在 那在於心衰節方面呢 也是可以看到他的下降38% 那在於所有的死亡率呢 這個跟這個Occles mortality呢 也下降大概33% 那甚至於這個CKD的話 它是沒有太大的差異性 那所以看起來的話 這個腎臟是沒有影響到以外 其他都有他的好處存在 所以這是為什麼他們老人家也下得那麼低 但是影響說可能他做的病人都是比較強壯一點老人 其實沒有 他們病人把他分成衰老 或是這個走路比較慢比較快的 其實他兩組沒有差別 不管你是多衰老或是 他其實都有他的好處存在 那當然這樣的一個研究 是不是大家都可以買單 這是另外一件事情 那所以2017年我們就稍微寫一下 就是說小於75歲以下我們就是14090 那大於75歲以下呢 就是寫的是AOBP是120 那如果是傳統的話就是14090 好 目前目前是這樣子 那當然這個AOBP是重要的 在這個概念裡面它是這樣強調 那一開始的藥物 其實他們把這個 我們常常用的BetaBlock 把它幾乎把它拿掉 BetaBlock只用在心臟衰節 跟冠心症的病人身上 所以我們利尿劑呢 CCB、ACEB、ARB仍然是存在的 但是Alpha跟Beta 就比較放在後線的部分 不過這跟我們現在大部分的Pretty大概很接近 除了一種以外就是心跳特別快 很容易緊張的那一型 好,所以BetaBlock的話就用在CAD跟心衰節上面 那因為過去的研究也發現說BetaBlock好像 如果它沒有心臟病或是心衰節的話 好像好處不是那麼大 那當然在各種不同的藥物身上呢 Combination Therapy仍然是 在原來上建議而且推薦的 那可能要用兩種以上的血壓的藥物 尤其是你的收縮壓大於12跟 素症壓大於10以上的話 建議要用兩種以上的Combination 那為了讓病人的順復性改善為主 希望One steady的藥物呢 仍然是被推薦的 以及Combination Pears 這個其實在以前的觀念都很接近 所以大家現在常常用這種合在一起的藥物 事實上仍然是被推薦的 那它可能有其他的疾病 比如CKDR 那其實還是先用ACE還有ARB 這個其實都沒有太大的改變 那DM的病人呢 ACEI跟ARB仍然是被推薦的 那這些藥物的建議事實上 改變性並不大 那在TIA的病人身上 他們可以用泌尿劑 ACEI或是ARB 或是Combination 所以我想這些藥物的治療 目前是沒有太大的改變 大家要習慣的就是那個 它的target跟病人講你血壓 多少次有高血壓 那當然有肥大的話 ARB是會被建議 心臟有肥大的話 好那另外它在心臟功能雖然是好的 但是它有一點點水腫 或是腳有一點腫的話 或是free overload 他們其實建議 利尿劑是要被recommendation的 所以呢在美國的甘案上 稍微做個 summary 第一個就是說血壓 他們是把它調到13080 那在比較積極的治療 他們是被推薦的 那其實我們等一下會再秀一個 其他地方control rate給大家看 我們剛剛講我們control rate 現在28點多 有增加到30幾這樣 那140的話是 low risk跟primary prevention 所以當你在血壓的時候是測量 其實我會覺得在台灣 home EP是比較適合的 那當你血壓比較高的時候 你可能用兩種以上的藥物 130到140之間的大概一種這樣 那被建議推薦的是one steady的藥物 那beta block我們提到 其實不管在各國的單位 都放到比較厚線的地方 那不過我覺得台灣有些女生 就是還有那種老師 有醫護人員 從beta block其實還蠻好用的 那會有很焦慮的病人 尤其是跟他說什麼mytrova prolex 他就很緊張的那個 那ARB的話建議其實 範圍相當的廣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糖尿病 其實在2018年也做了一些 sandard medication care 這我是結入其中的表格 你可以看到說 其實他們也是建議 一開始血壓在140到160以上 或是160以上的 其實他們建議的方式 跟我們現在概念非常符合 所以在這種病人身上 就是一種藥物 這兩個都要lifestand modification 160以上就用兩種藥物 那看他有沒有尿蛋白的問題 再來做一些不同的一個調整這樣 我知道時間快到了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 其實這個觀念跟高血壓的感染 其實是非常符合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好吧 這個是我昨天去拍的 後來我們有一個朋友 他就住在看到的這個高樓上面 你可以看到說 從高樓下面看下來角度不一樣 所以不同的角度感覺不一樣 我們自己要病人也要考慮這一點 我們看一下 在pure study裡面呢 其實他control rate只有14.3 那所以nice甘奶呢 他們建議了combination的藥物 A加C 或是加上一個利尿劑 其實我覺得這個最好計 用55歲來區分 A或C 然後A加C A加D 不過現在的狀況呢 我們可以看一下說 台灣呢 一樣是在 建議在血壓太高的時候 要做一個combination的施合品 在2015到2017 我們都沒有做什麼太大的改變 那當然我們可以看到說 這樣的治療 我們把nice甘奶跟我們現在的甘奶 合在一起的話 其實A、C、D 就是我們現在治療最常用的一個藥物 好 最後呢 我想跟大家講 我自己的策略是什麼 第一個 我先看看病患 是不是primary prevention的病人 就是說他沒有什麼心臟血管疾病 那這種病人呢 我就是always1490 那危險度高一點的 你可以把它稍微嚴格一點 剛剛有提到 病人如果自己 很想把血壓控制低一點點 你可以把它控制在130 那如果是 不是的話 如果他不是primary prevention 他已經有什麼心血管疾病了 脖子有塞到等等 那看看醫師有沒有用AOVP 這個不用說 在做科威都沒有 如果是的話 就用120 所以這120 現在暫時還不會用在各位身上 那如果不是的話呢 我們大部分用傳統血壓測量 如果病人有中風 或是年紀大一點 我個人呢 就把它 不用太嚴格 140 90 那如果是其他 比如說糖尿病 CKD又有蛋白尿 什麼CAD AF 用在抗凝血基的治療 這種病人 我們就130 80 所以 可以拉拉扎講 然後 這樣實在的應該 可以大家給一點觀念 在治療上的話 可能原始 我在想 表格不要背太多 如果這樣的觀念的話 可以很快的讓你知道說 我的目標大概到哪裡 這樣 那這個鋼鐵英雄 這是一部電影 他說 他跟上帝一直講一句話 請讓我多救一個病人 各位不會小看你們高血藥的控制 我覺得我們高血藥的控制 事實上下了一個好朋友 可以救多少病人啊 所以我覺得 各位都是善心人士 請讓我多救一個病人 謝謝大家